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現場操碼加油 大家好 我是大腦 不好意思今天有點感冒 不是緊張的關係 沒關係比較緊張 我跟各位分享加入操碼 其實我曾經看過老師的一本書上面寫著 沒有一片雪花會過錯地方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有緣分在這個地方 不管你是今天第一次來 我相信你一定要一直來 那在加入操碼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先講講我兒子最近的事 我兒子是我們家 我講這個兒子是我們家最早接觸操碼 我是我們家最後一個接觸操碼 可是他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好玩 就是他有一天禮拜天早上起來騎摩托車 結果摩托車壞了 那沒辦法他要去搭公車 結果他的那個叫什麼卡 操碼卡什麼 會掉了 然後那天晚上回來 又被我們家一隻很小很小隻的蜈蚣 又咬了一下 所以那天就連中三元 那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答案嘛 就是老實講 就是要步驟一二三 對不對 要好好的這個實修實練 他最近一定在混 我就在旁邊看 我說你也太厲害了吧 一天三件事情都到你身上 都表示你真的最近比較混 個人修個人德 這是老實講的 所以他的事情要他自己去處理 我相信他最近應該就會比較注意了 因為婦人量開始要警告他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是我岳父 大概五月還是六月我忘記 之前我有幫他在手機裡面 關一些我們抄馬的歌蠻多條 結果有一天 我去我岳父那邊 他就跟我講 你那個還有什麼什麼歌 再幫我灌一灌 我說那不是裡面都有了嗎 沒有關係 你就再幫我灌一灌 我說是怎樣 現在我不是幫你灌過了 是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也沒有什麼啦 就是最近跟球柳去山上玩 就住那個什麼山莊還是什麼 就是通婦之類的 我說那怎樣 沒有啦 一天晚上就很不好睡 那我就大概側面了解一下 他就好像過了十二點要睡 結果通婦每一個 葡萄上都睡到呼呼大睡 只有他睡不著 因為好兄弟來找他 就是我們出征的被壓 他沒有講那麼清楚 他只是說很不好睡 我說那你後來怎麼辦 他說 我就開始呼籤所有的神明 那你請了多少 他說有神請到沒神 那你最後結果怎麼解決 他說我想到你的手機有幫我 錄一些太陽老師的歌 我就給他放放放放 放到天亮 要不然我都不用睡覺嗎 我說 那在場十幾個 大家都沒事 只有你有事 我說那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在場 我只是事後聽我岳父這樣講 那 所以他現在 也是蠻相信這個歌曲的力量 因為這是正能量 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很多這歌曲的正能量 這改天在講 然後接下來就是講 我在講我自己的事情 我在加入操碼前 有一次跟一個人插撞 好像我記得開協調會 賠了兩萬人 那加入操碼大概一年左右 又在基隆某一個地區 就是騎摩托車跟一個人 一個小姐 他就插撞我的車子 然後就錢滾翻 翻好幾千 但是這一次大概就五千塊 三個小時而解 那接下來 前兩個月 我一個朋友在板橋 他妹妹結婚 然後我去參加他的喜宴 結果 晚上從那個地下道上來的時候 那個就是那個車道上來的時候 不小心又跟一台摩托車撞門 那這一次我想說完了 又到了 結果 那個人本來還要當下跟我講話 不是很客氣 我就說沒有關係 我們就請警察先生來 結果請警察先生來的時候 當下而解 所以 我常跟各位提醒的就是 我們加入操碼 要隨時記住我們現有的境 跟過去的境 雖然我們不 但是老師有講 我們不要迷這個境 太迷很容易就著母 對不對 因為我一直為了要那個境 什麼都要好 當然老師的書 開中民意有講那十五件事情 我相信第十五件比較難以外 其他十四件都比較跟我們有切身的關係 因為第十五件好像是天下太平之類的 對不對 世界和平 所以那個就比較遠一點 我們先講前面那十四件 那這個境 每個人都會碰到 就像剛才保育姐講 他從三月一直被考到六月 那我也是因為上一次聽保育老師他講他弟弟的事情 我講這個猛爆性干爺 然後前幾天 前一陣子跟我一個同學在聊天的時候 他在講他們當兵的時候 真的船上有位弟兄 真的就七天就回去 就是打什麼都沒有用 到最後就整個全身變黃色了 然後就下課 就是結束這個生命 所以我常常在講 我們人生要的是什麼 也許我們在加入抄馬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 我們加入抄馬之前 我相信保育老師剛才有講 很多人去改命啊 算命啊什麼 那可是很多事情是被注定 但是加入抄馬 如法實修的話 我相信各位都會有很多無限的可能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加入抄馬 要不然的話 我們來抄馬 大家只是在這邊聊聊天 這個念念書的話 沒有什麼改變的話 我相信也沒有人要 這是你 最後一件是講我自己 我自己 我記得上次分享的時候 我講過我的左手 因為抄馬的關係 六個月改善 可是我發覺到 我前一陣子發覺到 換我的右手在算套 我就一直在想 奇怪 不是左手怎麼換右手 後來有一次就在跟我們家人在討論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要每天跟我們自己的身體 唱得很感恩 後來我就開始獨實的一直每天唱得感恩 像我這隻手 我這隻手現在有點紅紅的 本來就是因為我在工地的關係 整個都脫皮啊 騎水豹什麼都來 怎麼擦藥都沒有下 後來我就有一天我就對著他 我就一直跟他感恩一直跟他唱 對不起右手 我真的是很對不起 沒有把你好好的照顧好 沒有 大概不出三天到五天 就已經恢復了70% 所以 老師也講過 如果是因果 我們看醫生絕對沒有下 所以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最重要的是我的右腳 在民國70幾年 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騎摩托車跌倒 結果好像是 腳趾頭的第二子 還有第三子 就受到擠壓 當然那時候當下就腫起來 年輕人也不以為意 就回去校園飲料吃一吃就好 事隔大概十幾年 大概民國將近90年的時候 就發覺到那兩隻腳 那個兩隻腳趾頭常常打架 就是走路的時候就會 就骨頭碰骨頭就很痛 我相信我們各位都聽過一種 病叫做習慣性脫臼 我那個就是習慣性擠壓 剛好是脫臼的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常常擠壓 後來我就去給那個推拿師傅看 看了很久 後來有一天我就很 不是很耐煩的跟他講 我說 我經常來看 你把它用嗎 還回到我這樣 他說 你這個沒有方法 你就是回去 有空自己拉 就是那個腳石頭 自己拉那拉就好 我說 這樣喔 你把我乖那麼多錢 才要跟我說 然後後來我就回來 反正有空就自己拉那拉 可是我最近 都好自己拉 忽然間有一天 我覺得 我的腳怎麼不用拉呢 所以這是很神奇的 這已經民國76年到現在 107年了 整整30年 如果我想 當然啦 一開始我並不以為一說 這隻腳的這個病會好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產生習慣性了 我認為他不會好 而是因為天地的祝福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感恩天地 那我希望大家有空能夠長老 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在上面所講的故事 以後都會連續在各位身上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臣 stop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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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